這次美國之行為期12天 總共帶了12個學生 我們總共有11個職種 我們安排了有一些實作跟見習的課程 例如說我們有Apple Park的手機操作系統跟設計的課程 還有CAI的烘焙跟畫室 以及摩洛哥跟義式的料理 跟美式的餐點的烘焙的課程 我們也安排了規劃了 鑽石紙巾國際公司的生產產品 規劃創意設計的課程 還有創業分析跟策略聯盟的這些課程 去美國的舊基山藝術大學AAU 然後那邊讓我看到非常多的 就是他們設計的理念 就是跟台灣的確有點落差 就感覺台灣的少了有一些他們的元素 然後就覺得他們的那些大學 就覺得已經可以在業界裡面存活率非常高了 應該是CIA的烘焙學校 因為我覺得這個學校跟我學的職類 就是比較有息息相關一點點 就是會有想要去那裡讀書的感覺 就是學一些不同國家的 對餐飲的不同的想法以及概念 我們有去一個在美國NAPA的愛滋堡酒莊 對 然後它是就是去看一下葡萄酒的生產這樣 我們通常就是知道產地 然後知道品種那些 可是我們就是釀造的過程 會影響的就是口感的原因 我們都沒有很了解 但這次去美國之後就是有上到這些課 然後就更了解 蘋果他們的公司就是全部都是 他們的建築物全部都是綠建築 然後一年好像需要開冷氣的天數 差不多只要三個月而已 他們就是介紹拍照軟體 就發現其實他們的手機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的簡單 就是其實他們的功能也蠻多的 美國人的積極度 就是跟我們台灣人真的非常的不一樣 就像我們台灣人可能就覺得說 考上一所好的大學 然後就結束了 可能就是會放鬆啊幹嘛的 但是他們美國人不是這樣 他們反而是考上一所好的大學 然後就會很努力 美國我覺得美國蠻注重生態保育 如果在台灣的話 雖然是方便 就是有時候會看到垃圾桶啊什麼什麼的 但那邊就是不會 自己帶一個袋子 就是裡面吃完東西 就是拿出來丟 你的友善的關係吧 對 就是因為我們第一天下去很晚了 所以我們有去蔬食店買個晚餐 對 然後只是站在門口等人而已 就是蔬食店的店員 也會自己主動過來跟我們聊天啊 問我們有什麼會來這邊 就是有很多企業 然後有跟我們分享他們創業的過程中 或是說我們未來要創業的話 可以往哪邊地方思考啊什麼的 對 就是對我最多收穫是聽到他們的意見這樣 讓我更確定我以後的目標啊 把自己從原本的內向的個性 就是慢慢的打開 就是其實也不用怕尷尬還是什麼 反正說不定你們也只有這次見面的機會 那想要講什麼話就講啊 不用就是把自己封閉起來 在美國有很多的這個企業公司 其實它也都是整合這樣 不同領域的人才來成立一個公司 所以我們也發現說 我們是一個職種的這個 金手牌優異的這個選手 我們也可以把它不同的專長 把它做異類的專長的這個整合 把它成立一家參領公司 就是主題就是一個開創一間公司 然後我覺得就是大家就是很熱烈的討論 然後就分配工作啊 然後就是真的把自己的想法都提出來 然後之後呢就是討論到一個結果之後 我們就是分工去做 就是那種團隊合作的感覺 因為我們每個晚上都會做這件事 就是最深刻的 因為我們都是來自各個領域的選手 所以我覺得可以說不定以後可以結合一起 做一家餐廳或者是什麼人 這一次就是跟很多職群一起出去 的好處就是會學到自己領域以外的東西 所以就是也是看到很多 就是像動畫 他們製作動畫 那些還有設計 還有3DD那種技術 我們坐飛機坐了十幾個小時 那希望我們趁千萬朵的雲到美國去 也希望說未來呢 他們在這個學習有成就的時候呢 到全世界去飛翔 來展現它未來的大將來 這麼認識的 我們的學習有一個最高的